来到台东游玩除了可以骑骑脚踏车 欣赏好山好水之外 更有民宿业者为了揽客 结合了赛车和气弹活动 要给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民宿大都以优美的环境 静态的英文活动吸引游客 但是有民宿业者突发奇想 在民宿周围规划了赛车场 以及气弹体验的场域 还有投掷棒球的活动空间 这些紧张又刺激的活动 成为民宿一大卖店 那来到台东这个地方 因为属于动态性 这边我们都是看风景居多 所以很多人不是都说 好山好水好无聊吗 那动态部分 只有我们这边有赛车和气弹 就是让他们来到这边 不会说觉得怎么只有 骑单车或看风景 就是一样就是赛车气弹都可以玩 那就是看他们 其实我觉得我有问他们 他们觉得他来这边玩 他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赛车和气弹 一般游客我就觉得他们来到台东 就是所选择的不多 真的就除了每个地方 乡镇都是骑单车 那当初会做这个就是 因为 嗯 譬如他们来 他就只有骑单车还这很无聊嘛 那当初我们从事就是 因为这边脚踏车业者已经很多了 就想说就是带给游客不一样的选项 才会选择说做赛车 妹妹请问你从哪里来啊 成功来的 跟谁一起来 爸爸妈妈还有 神圣他们一起来的 那玩这个赛车感觉怎么样 很刺激 很好玩 透过结合了赛车与气弹活动 让民宿业者不仅靠着风景 静态的艺文活动 还有官方所举办的大型活动 吸引而来的客源 利用巧思让民众有动态的体验 成为了揽客新配布 记者韩启伦 廖婷娟 观山镇报道 好 好 好 不错 谢谢大家